台中北屯光溪向正大橋 这里同时有货车还有行人经过 但是宽度仅有4.6公尺 没有办法汇车是显向还生 而在明代争取下将会拓宽到12公尺 设置有1.5公尺宽的人行道 经费7200万元 中央会补助7成 预计今年底动工提供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车辆转进桥梁 但因为宽度不够 另一头的车只能先倒退 先行李让 这一头的那个有车子 然后我们在那一头 我们一定要让 让这一头的车先过去 我们才能够过来这边 现在有要拓宽真的很好 因为这一期正在这里有 人来在八山做渣 所以变成这样 如果能够分开的时候 大家人车都很安全 就路比较大条走比较安全 如果有分向道更好 对对对对 这班车刚才在东山里 大坑里和和平里 三个里的交界处 所以说我们三里的里长 把议员欢迎 议员又拜托 庄政城委员 把中央政筑经费 所以用加速来完成改建的工作 不仅如此 还有不少的农用货车与行人 及自行车友同时行经 险向还生 台中北屯正大桥跨越大里西 是大坑圆环串联光西巷 唯一的桥梁 但是桥梁老旧 而且宽度仅有4.6公尺 几乎无法汇车 在立法委员庄进程 以及市议员曾曹蓉的争取之下 规划拓宽至12公尺 桥长60公尺 并在两侧增设1.5公尺宽的人行道 总经费为7200万元 中央补助7成 预计在今年底动工 在民国60几年兴建 经过了921地震 其实它整个桥面上 有震动蛮厉害的 当然就是我们长期也在争取 向内政部营建署 争取到生活圈桥梁的补助金会 终于拿到了7000多万 应该很快的速度 会完成正大桥的兴建 正大桥一边衔接往新社的方向 另一边则可通往 大坑山区的风洞石及观音亭 也将为居民及游客带来更便利 以及安全的用路环境